在我国的历史当中,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,他们的后人现在都如何呢?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教育录的后人。 教育录,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。 在1962年,教育录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工作。 他在岗位上创造的亲民爱民,艰苦奋斗,科学求实,引难而上,无私奉献的教育录精神一直被国人传送。 1964年,教育录因肝癌去世,年仅42岁。 教士加封,一直是不能搞特殊,意思是与群众打成一片。 亲民爱民,无私奉献,自觉把权力关进牢笼,不通过特权牟利。 而教育录的后人,大都是普通人。 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,竭尽全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,以实际行动传承教育录精神。 教育录和爱人徐静雅一共六个子女。 教首奉是教育录的长女,生于1945年。 在教首奉的记忆中,父亲会问他们的学习近况,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,团结同学。 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,就高人一等,绝不搞特殊化。 但是,教首奉却感觉自己低人一等,因为在上初中时,被同学笑话。 大官的姑娘穿得还不如我们呢,衣服上还有补丁。 后来,教首奉被安排到食品加工厂,当腌咸菜的小工。 在这里,教首奉有时一天要腌上千斤的萝卜,有时一天要切几百斤的辣椒。 晚上双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的疼,教首奉和丈夫退休后,靠着退休金生活。 一家人至今挤在一个狭小的屋檐下,他儿子虽然已结婚成家,但十几年前就从单位下岗了。 靠给私企老板打工挣几个老实钱,做临时工挣几个血汗钱。 生活虽然辛苦,但教首奉和五个兄妹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。 如今,教育路过世已经54年了,但焦家不准搞特殊的家风,焦家上下依然恪守不待。